我在央视书上的一举一动都是一个哲 一个哲 我只能来说你再给我走两个哲 这样 我一看一个哲 人家走这样 如果周杰伦是第一 那保时老舅舅是第二个能把说唱带进央视的歌手 曾经的他沉迷于摇滚 却因为以前乐器都不会被音乐人嫌弃 温柏林的他转头成立了中国工桌上组合馋 并写了手中果工货 上大学时将馋扩建成了一个小厂牌无人足 但那时的他并不占天时地地 即便在天天向上你漏了点 事业上也没有任何起色 发现无人归来时又撞上了赵雷 东北浪子败给了南方姑娘 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赚钱 当过销售卖过水龙头 开过网约车 生活最窘迫时 好不容易放下面子去向旧友讨债 结果对方去告诉他那些钱都拿去搞投资 赔的底付不胜 直到中国有嘻哈播出 几大厂牌声名聚起 川语说唱走向大众 他觉得自己等到了机会 可事与愿违 大家并不接受老舅一个外来客 哪怕他是一个资深老炮 2018年老舅胸有成竹地去参加中国新说唱 结果没撑过海选 好在凭着接写歌的活 既赚了钱 又把凤凰传奇送进国家队说唱行列 时隔一年老舅再度杀毁新说唱 平息野狼迪斯科一战成名 甚至带着他的迪斯科上了春晚 被问到说唱风格 老舅坦言是西装说唱 一举一动都是从增印而学来的 去年老舅一首《你也是个Ruffer》 被很多人认为是攻击某万 一贯成年往事在北翻出 2013年近升东北第一说唱厂牌的无人文化 举办问鼎关东的freestyle battle比赛 某万用产年两届问鼎关东的实力加入无人 但无人却更偏爱刘甲南 双方不欢而散 两次就此结下 有迹可寻的一条微博是有嘻哈采访期间 提到了某东北知名团体 保持老舅点名道 想说那是无人文化 随着说唱歌手评有嘻哈翻身 名声大噪 部分粉丝情绪激动 开始攻击老舅的儿子 披上了黑白照片 彻底惹怒了老舅 结果就是不仅用黑帕解决 也将自己抬到了地上 对话刘宗元的江雪 意气风发的从军行 打入广光传奇内部并成功挤走林花的知音者 老舅凭借国风说唱成为央视运用ropper 今年带着电梯战神拷打说唱圈 老舅不是盲目扫射 而是凭粉时嚣张 虽然节目从没赢过 但春晚从没输过 火锅内震 火锅内震